股市中有一个最笨的方法 却能够让你轻松赚到100万 建议你一定要先点赞 双击收藏下来 因为赚钱的事 越少人知道 越有效 这招就是七七口诀 几乎可以吃掉所有的利润 首先 炒股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做三件事 第一点 永远不要在上涨的时候去买入 成功的投资者往往都是逆人心的 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能够在下跌的时候买入 把这种变成一种习惯 第二点 永远不要去压住单只股票 虽然股神巴菲特提倡是集中持股 但他从来没有过只持有一只票 哪怕是他投资的初期都没有过 我的建议是持股三只比较好 而且最好是不同行业的 第三点 永远不要满仓 满仓之后非常被动 而市场最不缺乏的就是机会 满仓的机会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那何谓短线炒股的七七口诀呢 口诀一 买阴不买阳 卖阳不卖阴 选择配线的时候 在收阴的时候 咱们去买进 而择日配线收阳的时候 咱们去卖出 口诀二 补充高不出 不跳水不进 横盘不交易 多数人炒股费钱 就是因为做不到这最简单的一点 口诀三 横向盘整 再等一等 当一只股票持续上涨 或者说是持续下跌之后 必然会进入到横盘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必在高位的时候去全仓卖出 也没有必要在低位的时候去全仓买进 因为盘整之后必然会面临变盘 如果说从高位向下去变 那就要及时的清仓 反之则是要及时的去推进 口诀四 一推二键就不涨 只好往下再震仓 这个说的就是一只股票 已经回调很久了 处于平台整理的状态 而机构开始接二连三的去推进 看基本面确实不错 但股价就是不涨 在某一天突然向下破位 它的日K线做了一个坑形之后 然后又涨上来 并且轻轻松松的突破了原来整理的平台 绝成而去 口诀五 分批建仓巧计划 越跌越近金字塔 就是按照这个金字塔式的买入法去建仓 这是价值投资唯一永恒不变的真谛 口诀六 下跌趋缓 反弹一缓 下跌加速 反弹一速 口诀七 高位横盘在冲高 抓住时机赶紧炮 低位横盘又新低 全仓买进好时机 股价在这个高位盘整之后通常还会有新高 而在低位盘整之后又通常会在创新地 所以说要等待变盘的方向明朗之后 咱们再做操作 这条内容可能需要你反复看识遍 你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和精髓 关注老张先生 做聪明的投资者 从此不再做韭菜